道歉也来不及的勇士嘴律无限期竞赛 把球还给我 公务队智慕哥狂炸64分 马赤队输胡人 哈喽你好我是嘉宁 今天是12月14号星期四 咱们一样来关心NBA场上的大小事 一开始先来关心昨天使出又勾拳的嘴律 最新的状况 虽然昨天赛后他就直接向Nekic去道歉 他表示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只是不小心打到Nekic去 就这个部分我自己的看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因为我觉得那次的出手他就是故意的 而就这个动作我们在昨天就骂过了 今天我们就心平气和的聊处罚的部分 Oh man 联盟在今天宣布了要将嘴律无限期停赛 这里我必须很诚实的讲 这样的处罚超出我自己的预期 因为我原本认为是10到20场 可是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联盟对于嘴律的部分也无法忍受了 更直白说就是你太白目了 因为前几个星期你才因为大乱斗的事件 被联盟竞赛无常而已 可是现在你又来了 而我们都知道NBA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 毕竟这项运动有很多年轻朋友甚至是小朋友在看 可是如果打开电视机或者是手机看到的是一场格斗比赛 这当然不会是NBA主席所热见的 因此目前做出这样的决定 虽然我个人认为有一点重 可是我觉得对联盟来说是好的 另外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讲 这样对勇士以及嘴律都是好的 简单的说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勇士球团或者是嘴律自己本身 才会去思考场上情绪控管的问题对于自己以及球队的伤害有多大 还有我们昨天晚上在直播的时候 其实有非常多勇士球迷也看不下去也挺不下去 实际上就这个部分我们在昨天的影片中也提过非常多次 那就是每一次嘴律在韧性完之后 其实赢球的重责大任都是落在Kerry或者是其他球员的身上 这一点对球队或者是Kerry来讲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 这当然也是我个人认为有许多勇士球迷这一次也挺不下去的主要原因 而现阶段对勇士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 第一个部分是嘴律是这支球队攻守两端上的绝对核心 而在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的情况之下 球队要怎么进行调整 这里我就直白讲目前非常考验Steve Kerr的执教功力 也就是你有没有办法找到其他球员来去取代目前嘴律的工作 或者是尝试培养下一个嘴律 这当然也是未来我们要观察的地方 或者是你在没有嘴律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办法改变所谓的体系或者是主要打法 因此在联盟宣布嘴律无限期竞赛的情况之下 我自己的看法目前压力最大的人是总教练Steve Kerr 这一嘴律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场上呢 这个部分还要再观察 毕竟他必须符合NBA的一些相关条款或者是条件之后 联盟才会放行 所以目前也传出勇士队的总管小当里 会跟嘴律的经纪人见个面 来看看要怎么帮助嘴律 这里我引用受害者Nekich说的话 他在赛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他真的不知道嘴律怎么了 可是他认为他需要一些帮忙或帮助 他讲的应该是心理层面的部分 也就是情绪控管 好以上是嘴律的部分 再说一次 不要每次都做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因为你是一名职业球员 赢球才是最终目的 而每次当你搞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后 帮你擦屁股收拾残局的 都是你的队友 就这个部分你真的应该要再成熟一点 玩运彩抽特斯拉 现在就跟大家报一个好康 马上申请成为第三届运彩网络会员 就有机会抱走百万名车特斯拉 哥哥罗电动车 一万元Sever-11商品卡 与球星签名球 活动当天在高雄异想实战广场 还有热天女孩与多组艺人将带来精彩表演 欢迎大家一起到场玩运彩抽特斯拉 要是担心不会注册也免怕 手把手教你保证一定欧帕 首先进入注册网址 就会员请先输入身份证与验证码 再完成手机简讯验证 接着点选同意第三届会员申请选项 并填入指定经销商9328-1049 一定要填才可以参加抽奖哦 最后点击储存 送出就能完成会员申请 新会员同样于运彩网页进行注册 并填入指定经销商就能完成申请 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还在等什么呢 现在马上扫描QR Code 扫描QR Code 扫描QR Code 加入官方LINE 小编带你完成注册 一起玩运彩抽特斯拉 年末转运就趁现在 千万别错过哦 好接着关心赛事的部分 今天胡人队在LeBronJS没有上场的情况之下 球队是送给了马赤队 18连败 可是这里要注意的是 其实马赤还不是联盟最惨的球队 因为活塞目前是吞下了21连败 这里是开个玩笑讲 西马赤东活塞 这两支球队是在比惨 不过实际上乌斯的状况也蛮惨的 因为他跟马赤队一样都是只有三胜 差别在于他连败的部分并没有那么长 所以这三支球队当然就是一个所谓的大补丸 因此就这个部分也希望这三支球队赶快进行调整 让比赛打起来才会比较好看 而实际上今天马赤打胡人就打得还不错 虽然三支打完之后球队是落后18分 可是第四节末段马赤在斑马连续投进两颗3分球 再加上布莱亨这次的超球成功直接上篮得分之后 将比数追到只落后2分 看到这里我相信如果你是胡人球迷你一定会非常紧张 因为主场的马赤队士气打上来了 可惜斑马虽然接下来有两罚的机会 不过他有一球没有罚进 再加上这一次外线的出手是被裁判吹了一次进攻犯规 这个部分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他真的有出脚 虽然POPO教练有进行所谓的挑战 不过挑战的部分是失败的 所以中场马赤队也无缘完成逆转胜 球队吞下了18连败 这场比赛胡人的部分表现最好的球员就是AD 全场是攻下了37分 更重要的是面对斑马的防守 他也有很漂亮的回合 画面上这一次1对1的单打 AD是直接来的一个灌篮 这个回合仿佛是在告诉斑马 欢迎来到NBA 至于马赤队的部分表现最好的球员就是斑马 全场攻下了30分 刚好提到AD对他有几个回合是打得非常漂亮的 而斑马其实也有 这一次斑马也是来的一个1对1的单打 虽然身体对抗性的部分还是稍显不足 可是没有问题 因为他够高 他还是把球直接灌了进去 这一球打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里是开个玩笑讲 这一球斑马仿佛在告诉AD 抱歉未来是我的 实际上目前马赤队是把斑马调整至5号位的 而大家都知道球季初他是打4号位 我自己的想法比较简单 以他74的身高 再加上他的运动能力其实也还不错 你要加打4号位或者是5号位都是没有问题的 跟直白说这个赛季站在马赤队的立场输球没关系 可是至少我要知道这些年轻球员适合打什么位置 适合怎样的打法 至于回忍的部分在今天赢球之后 球队目前战绩是15胜失败 已经爬上西区前5名了 我自己的看法 忽人的部分只要全人可以保持健康 前4名是一定不会有问题的 好接着来关心公路队6 被很多球迷开玩笑称为希腊神殿的字母哥 今天真的是希腊神殿 不过这个殿是电池的殿 因为他今天真的是电力十足 全场炸了64分 这当然也是他生涯新高的数字 这里我是想要聊一下他的得分 因为这样比赛他有32次罚球的机会 他是罚进了24球 而就这个部分我相信如果你没有看比赛的话 你光看这个数字你一定会觉得 哇裁判非常的帮字母哥 所以他才会有这么多得分的机会 不过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六马是一支擅长得分 可是却不擅长防守的球队 锦标赛冠军赛 忽人的AD对六马就攻下了41分 而罚球的部分则是13罚 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AD的打法跟赛姆哥 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AD更多时候是接到队友的传球之后 在禁区做终结 可是赛姆哥的部分在这场比赛就不是这样打 因为他的部分基本上每一波球 就是往禁区撞 而且是自己持球往禁区撞 以他的速度以他的体能条件 六马队根本就守不住 所以这里我想要讲的是 一名球员的罚球次数会多 跟他的打法其实有着很大的关系 以赛姆哥这样的体能条件跟身高 如果他每一波进攻都是铁了心要往禁区撞 那么对手很多时候也只能用犯规来结束这个回合 另外这场比赛姆哥在攻下58分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下场休息了 那个时候球队是领先对手19分 可是六马接下来只花了1分钟 就将比分追到只有10分差 这迫使公路队又必须把姆哥给换上场 也因为如此 他才可以攻下所谓的64分 那这里我想要讲的是 我觉得这个跟刷数据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比赛时间还有2分钟 领先10分老实讲是不够的 所以就这个调度我自己的看法是没有问题的 因此我不会认为姆哥是在刷数据 另外这样比赛其实发生很多事 包括在比赛之后 咱们先来聊第4节的这一波冲突 这个球姆哥铁了心要往禁区撞 六马队的球员Nesmith是直接把姆哥给拉了下来 这个动作也让公路队的球员感到不满 可是我自己的看法是还好 虽然他的部分是比较大力的把姆哥给扯了下来 不过实际上他还是有做到一个保护的动作 我的意思是第一拍他把姆哥拉下来这个部分很大力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第二拍他还是有做到一个保护的动作 但不管如何犯规是事实 这也让公路队的芭比普提子非常的不开心 接下来他跟六马队的全员是有一些口语上的交流 然后也各自吞下了技术犯规 接下来场上打了不到一分钟 芭比普提子又跟我被托平在言语上又有一些交流 所以他又吞下了一次技术犯规 最终他是被赶出场 另外刚好提到这场比赛在比赛过后也是有一些事情的 那就是六马把姆哥64分的记录球给拿走 这个部分是让志姆哥非常不开心 他甚至追到休息室去 而赛后六马总教练的说法比较简单 因为今天也是他们新秀生涯的第一次得分 所以他想要把这颗球保留 可是他忘了今天也是志姆哥的记录之夜 因此在球权的部分双方是产生了一些误会 而现阶段这个球的部分也变成了罗生门事件 因为赛后志姆哥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现在我有一颗球了 可是这颗球好像不是我在比赛中所拿到的那颗球 他感觉比较像是一颗新的球 所以这样比赛其实蛮有意思的 因为双方球权的部分是从比赛炒到比赛结束 好最后来聊一下太阳队 这样比赛三巨头终于合体了 可是球队是在主场败给了篮网队 实际上这样比赛太阳队是有很多伤兵的 其中包括Golden Okogi Grace & Allen这样比赛都没有上 而这几名球员都是太阳队主要轮换名单上的球员 这当然也是今天太阳队会输球的原因之一 不过我自己的看法其实比较简单 那就是即便这几名球员有上 太阳队也不见得会赢球 毕竟三巨头是需要磨合的 今天只是他们第一场比赛而已 而现在的差别在于这三巨头的磨合要花多少的时间 我自己的看法其实比较乐观 毕竟这三名球员的无球能力其实都还不错 因此就有磨合的部分我个人是不会太担心的 而球队今天在出球之后战绩是13胜11败 排在西区第10 第11名的球队就是勇士队 目前勇士战绩是10胜11败 这里要注意的是本赛季我个人非常支持的火箭队 今天是打败的灰熊队 目前火箭战绩是12胜9败排在西区第7 球队最近是收下了4连胜 目前的状况非常好 而聊到状况好 快艇最近是收下了5连胜 我自己的看法 快艇队在已经找到各球员的使用说明书之后 未来只要在阵容上进行一些小调整 那么快艇的部分非常有机会撞进西区前5 好以上就是12月14号NBA场上的一些消息 以及战况的部分 最后要再次提醒大家 记得扫描QR Code 扫描QR Code 扫描QR Code 一起玩运彩抽特斯啦 年末转运就趁现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